这突然出现的一幕 三个人都惊住了 爷爷和等的人物啊 县长都得亲自带着礼物来拜访 要知道 家里那把祖传唐刀 可是日美含混血的产物 一个跟鬼子和老美都干过仗的人 竟然给刘瘸子这个农户下跪 父亲见状 连忙准备伸手去拉 爹 您这 爷爷一手甩开父亲的手 这件事是我当务了 这个鬼我改下 老刘 你赶紧看看我孙儿吧 一家人深夜前来 爷爷还如此阵仗 刘瘸子显然也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事了 你是明州英雄 要孙儿说孙儿 请乌涛去说嘛 你家的人凭我心 也不怕你们家到处乱说 那个时候的农村 这相处都很淳朴 因为没有贫富差距 不会互相攀比 谁家出点事 能帮的都会帮 再者 我家三代在村里的名声都很好 爷爷是退屋老兵 可是一个活着立过一等功 受到彭元帅接见的男人 国家每年没有少给补助 这些年也没有少接济村里的乡亲们 等来到了唐屋 父亲便将即将成为国家的自己 给刘瘸子看了一眼 这玩意诈成这个样子了吗 刘瘸子显然也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情况 被惊得声调都高了几分 爷爷抬头看了一眼 唐屋的神龛子上被供奉的牌位 如今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了 这个玩儿情况太严重了 到底是这一道杀东西 哪个凶啊 这样把玩儿放到神龛子前头 我稍住想 请唐僧看看问题 门眼 父亲连忙将带来的供品 放在了神龛之前 随后 母亲小心翼翼地将我给放过去 随着乡上的紫烟缭绕 很快 刘瘸子突然感受到肩膀一凉 风擦肩凉一阵 鬼擦肩凉一下 无尽大门紧闭 屋内还有柴火 显然 刚刚是有东西从刘瘸子的旁边 走过去 下一刻 神龛之上的烛火 也突然晃到了一下 三个人见着匪夷所思的一幕 皆是摒弃凝神 神龛之前有三枚蜡烛 如果唐神愿意帮忙的话 蜡烛就会熄灭一只 父母这次带来的供品很丰盛 本以为能顺利地让唐神出手帮忙 但是睡了 下一刻 三枚蜡烛瞬间熄灭 不仅如此 唐神排位竟然瞬间倒塌 于此同时 原本紧闭的门竟然也莫名其妙地 突然崩塌 外面的风雪术风 瞬间就吹了进来 这 这是啥意思 牛瘸子双龙瞬间失神 显然是被附身了 但是恨花又恢复了 他老人家让你们赶紧走 再不要来找他 这不是他能管的事 下一刻 神看之前的我 直接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给送到了某些怀疑 牛瘸子也有些猛 之前也遇到过金管惨人的事 但都很轻易被解决了 郎家这个王儿 到底被傻子厉害东西给惨死了 竟然连唐神都害怕成这个样子 要知道 唐神就算是一介小神 但他再怎么 也是有神位的底线 对付一般的金怪 根本就不在话下 临到最后一抹希望被摧毁了 母亲也只得抱着古兽林寻的我 趁着屋外凛冽的大雪 默默地朝家的方向而走 等来到了刘瘸子的屋外 母亲顿时按捺不住 心中的被奔 跪在雪地里就哭了起来 我的玩儿啊 老天爷 你咋这么狠心来的 我老家一辈子好生作气 跟我可健健康康地玩不行吗 下一个母亲再也抑制不住 心中的悲愤 一头就栽倒在了雪地之中 父亲看到了这一幕 只是默默地将母亲连带我抱了起来 一路哽咽地朝着家的方向而去 金属哥 把你们这些公平带回开 今天没帮忙 那些东西我该收了 牛瘸子一瘸一拐地 提着东西跑了出来 爷爷看到这些公平 只是苦涩的一笑 不用了 你溜达 毕竟你这一次 被这风险帮我们 已经是抹大的请分了 见爷爷不收 刘瘸子一时也有些不好意思 哎 钱叔公 我这倒是小的一个高人 说不定他有法子 高人 就好自一根救命稻草 爷爷瞬间就跑了回来 高人在拉电 你所说 刘瘸子偷偷地看了眼唐屋 就像是害怕被什么东西听见一样 哎 你磨叽 找你屋头起锁 爷爷用几乎跑的脚步 拉着刘瘸子就走 压根就不管别人的腿脚不变 就那时候我的状态 爷爷也很清楚 今晚如果再不解决 等到明早就得做死玩儿侠子 等到了进屋 看到坐在床前哭嘻嘻的父亲 爷爷照旧一脚踹在他的屁股上 没瞧哭了 还有酒 还有酒啥 陈队在 请你刘叔叔 眼见情况紧急 刘瘸子直接说道 你们晓得 为啥子 为了我家这个唐僧人一帮人部 五年前 我就是被这个唐僧给採上了 你们晓得 当时我自家过都吃不起饭 哪里还有供奉他的身 有瘸子拍了拍瘸腿 我这个脚干 就是被那唐僧给整短路 后来 我不得不找端工 给他离派位 后来啊 突然来了个云游道士 我就想着请他吃了份 让他帮我离唐僧派位 你们是不晓得 那个道士有多厉害 看到我这瘸腿 气得他走到唐屋 灵气百等就是一顿杖 我虽然看不到唐僧 那那天 那满屋子才叫 我是听了清清楚楚啊 后来才帮我离得派位 那道士领走之前还放话 村里有事做唐僧 他不帮忙 来小龙山找老子 老子过来继续杀他 他的名字叫李春莹 哦 那怪不得这唐僧 愿意帮咱们村子 原来是哪个样子 连唐僧这种邪神 都能收拾得服服帖帖 就能够想象 这也倒是有多么的厉害了 父子二人的心中 再次燃起了希望 小龙山是吧 好 我这就抱着王尔去找他 千叔哥 你在大白夜的去小龙山 又要经过古代河那条路 这些人那边发生的事 你又不是不晓得 河远低的 白天过都得找 好控制大白夜哦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